这次我们要前往的是 我们亚洲地区 黑巫术最盛行的国家 到了那里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我相信这趟旅程 将会为频道开启 拍摄泰国宗教文化的全新章节 这次团队将带领大家 深入了解泰国当地宗教文化 这边是我们 接下来的这几天要工作的地方 那这里有放了我们的两台电脑 然后我的后背包 还有我们的行李箱 里面有很多工具 各位我们现在 要前往阿站脚师傅的住家 那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信众他们请师姐处理的圣物带过去那边让师傅处理 今天我们把这个苦力活交给阿站脚师傅 带过去让他处理一下 因为听说就是在台湾有一位信众他就是收藏了这一个玉石的观音 然后他自己在家里竟然就拜了起来 那就发生了一些怪事 亂拜了 这样子坐着车会发现在泰国他们当地这边他们开车 跟台湾相较之下说真的安全性有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高 他们开车就是都这样子左右乱开 然后或者是说开的速度比较快 有点不太习惯 台湾开车是安全第一 他们这边是叫使命抵达 用最快的速度让你抵达的地点 老师傅他们家在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小社区里面 泰国人他们因为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但他们外面都常常会供奉四面佛教的一个神像 五步一大格 三步一小格 是很普遍的 阿赞角师傅是8月11号是加持大会 8月12号是阿赞角师傅的那个拜师大会 那我们今天来是为了一直让师傅加持到8月12号 他的拜师大会为止这样子 还有处理我们带过来的圣物 下车咯下车咯旅客 那么这个泰国这边还蛮特别的就是说 他们这里的人开车很快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这边的人开车有时候不喜欢关车门 有点危险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边就是刚才师姐所说的 他们是一个小型的社区 然后阿赞角师傅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房子小小的 师傅的家在这边 诶 那个到门口就已经知道这一定是师傅的家了 师傅的个人工作室 向神的面膜刀 有兴趣的观众 嘉一 还蛮酷的 第一次来到师傅他们的 家中 这是在压牌的模 这边有半成品 诶 在这里 这压出来好漂亮喔 很美 这个是压完然后他们还要点这个上去 这是花香 一个没有很复杂的一个花香 不会有太多复杂的味道 后面大家看到这个应该是鲁士 然后前面这里有白色的火 那这边非常贴心 有一些中纬可以让大家念 旁边这边是太纬 这边是中纬 各位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神奇 就是刚才我们拍这个给大家看 那其实他这个就是师傅他用他要做这一面牌的料 那把它混在一起之后 那他就会把它放到这一个膜上面 这个他是钢膜 其实在泰国他们有很多都是用一些胶膜的东西 那一样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这个他压出来 因为他本身比较硬 所以说他压下去的时候 佛牌的密度会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佛牌他只要干了之后 他比较不容易会脆化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一面佛牌他的所有细节相当的漂亮 然后阿赞角师傅他在做牌 很精致的地方是他一定会箱上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分别都代表着他的意义 那有些他是可能针对身体健康 有的是针对招财 一些事业运 所以说每一面佛牌他都会有他的入料 你们要是看不到画面的话就是已经码掉了 男性生殖器的一个圣物代表物 叫做巴拉吉 那你们如果不知道巴拉吉是什么的话 或者是你们只有看到马赛克的话 你们就自己去Google一下 那他也是祈福蜡烛 那做的就是一个男性生殖器的样子 当然不是只有在泰国有这样的东西 在日本也有崇拜这种所谓的巨洋神 都是同样的东西 大家会发现就是说 在泰国他们当地还蛮尊重他们这个皇室泰皇 所以说他们家家户户户就是会摆一个泰皇的一个照片 那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比较少见 为什么 因为台湾其实比较少会把总统的画像挂在自己家里的墙上 可能早期在蒋经国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的 现在其实很少见 其实跟台湾我们崇拜一些将军王爷的意识都是一样 他们拜的是相片 那我们拜的就是雕刻神像 这边有一个是 泰王像 它算是有点像佛尊的感觉 而且是通字的 我们不要去碰它 那我们现在要进来的是师傅他的一个神坛的地方 这个是师傅的家 对 神坛在后面 好各位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阿站脚师傅已经在我们一幕面前了 那我们现在进来到师傅的法坛前面 那今天其实最主要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说 师姐在台湾收到许多信众 那他们发现他们所佩戴的圣物 都是相当有问题的 甚至有些在家中有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那师姐 像这么多的有状况的圣物里面 有没有哪几样是比较危险 甚至是说比较凶一点的 才让你特地要带来泰国给师傅处理 他们自己佩戴上感觉上可能比较不舒服 然后可能磁场比较对不上 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磨合的 带回来然后请阿湛教师傅帮忙做处理这样子 把这些生物可能做一个进化处理这样子 对 就请师傅进化 我们就拿到大庙里面 然后大庙师傅可能就买到树下 然后就处理掉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在泰国他们这边 就是如果遇到有状况的生物 除了师傅处理完之后 他们还会把它埋到大庙的树下 这样是象征说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埋起来这样子 其实这里还有几个圣物是信徒带回来 是比较凶狠的 然后其中有几样像石油 这边其实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 请这些阴的东西要很小心 像这个就是石油 在我们那里我自己也都觉得 拿得很不舒服 很难处理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被喂鞋过的阴牌 狐仙姐姐 其实有问过姐姐啦 姐姐其实她也不愿意说她被喂了生鞋 被主人喂过生鞋 然后被喂过生肌肉 然后生肠这样的生鞋 然后随她的个性上就比较凶狠 就总是要磨刀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要特别请师傅做处理这样子 这几样生物是真的比较特别多 就是请阿赞教师傅帮我们处理 这样子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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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兩樣 它這個整個裡面已經像是我們在煮一些肉類的東西 如果放到冰箱 它可能一些油脂就會變得很像果凍這樣子 它這個是食油入料 現在師傅已經加持完了 那可以看到畫面中師傅其實非常的激動 那剛才在針對其他的一些生物在做一個進化處理的時候 並沒有這麼激動 我在想可能是這四樣東西本身的靈 甚至是因為餵過血餵過生肉 所以它變得比較兇 師傅才會這麼激動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其實師傅已經進化完了 我才剛才看到 濕油然後混那個薯肉 然後這是就是濕油又加那個香料 然後這個很明顯它這個就是濕油入料 所以這個後面就是 濕油它本身其實就是像我們有優質這樣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get down 不過師傅把它們都請走了 就是把它們進化了 這裡要呼籲大家在請聖物或者鷹物的時候要慎選 不然它們真的會墮入磨道 最後一樣東西其實是會覺得蠻難處理的 跟師傅溝通很久 讚 這一個它其實就是我們台灣的觀音的這一個佛像 那剛才跟師傅溝通蠻久 因為其實師傅他們在泰國 他們認為像這樣子的佛像 其實一些外靈是不會入侵 但是因為在台灣 我們有一個宗教的一個信仰 就是覺得說這樣子的佛像 沒有經過開光 就很容易有外靈入侵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讓師傅 來幫這位信眾處理一下這樣 師傅這樣子是已經好了嗎 像他這一個佛像剛才你拿在手上 我發現連你都沒有直接去碰觸他 就是也是放股 是因為你也有覺得說這個東西不太乾淨嗎 謹慎一點的好了 師傅聽說這一個人他放在家裡 是有發生了一些狀況 可能家裡有人生病還是怎樣 他自己因為住外面 然後他又幾乎每天都沒有辦法睡好 就是一直都沒有辦法睡好 然後家裡的狀況一直很不好 然後父親住到療養院 整個家裡的狀況都變得非常不好 師傅他在處理這個佛像的時候 感覺你好像不太舒服這樣 對 體質敏感的人 其實就會感覺到 會有一些身體反應這樣子 就會有一些身體反應 但是還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了解 阿站腳師傅他其實代表座 其實就是一個五大靈的牌嘛 嗯 你們這裡本身就有一個人生帶女無靈 誰啊 上次就是在台灣遇到阿站腳師傅的時候 臨走前偷偷跟我結緣 那皮拜 哈皮 媽咬 那皮瑞 吻尼 今天無鬼是跟著他來的 師傅的意思是說那個 無女靈有跟著鬼哥來到現場就對了 對 對 鬼哥你一直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然呢 你跟著我 忍不住 行 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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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